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會繼續說到《術靈恩賜》,繼續說到《先知》 我們今次繼續說到《先知》,如何建立《先知》這個《恩賜》 我再說,有些人就說今天已經沒有了,但是保羅說到《先知恩賜》的時候並沒有說到會停的 不是有些人所說的就會停了,因為《恩賜》終止論是沒有根據的 第一就是臨前十二章說到《術靈恩賜》的時候並沒有說到會停的 而且耶穌在《馬可福音》十六章那裡說到,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是說到你們往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聽 所以當福音仍然傳到萬民的時候 依然有信的人有神跡除了,就是奉耶穌的命趕鬼 審案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另外在《涉蘭傳》二章十七節開始說到,神說在末口日子 我要將我靈敲冠你的兒女,你的少年人要建議讓老年人作義務 你們要說如言,這也說到在耶穌大而可惟的日子未到以前 是凡求告主明就必得救,在這些日子 是會有先知見異象作義務的恩賜的 所以聖經是清楚說到這些是持續有的 而我本身經歷過一些人是很強烈先知恩賜 譬如有人一見到我,他就立即和我祈禱 他是不認識我的,他就告訴我 他是在面對著很大的迫白,很大的困難 當時是我就是被傳統教會受迫白的 那個人一見到我,就立即領受到神的信息了 那先知恩賜如何建立呢? 在那裡我寫了的,第五點 先知必須與神有親密的關係,處理生命各樣的問題 否則所領受的信息可以來自私人的想法 甚至是來自魔鬼的意念 即是說,我們需要小心保守我們的生命 先知呢,他們對靈界的事是比較敏感的 當他比較敏感的時候,而他的生命有破口 他可以收到出自神的信息 那這個就是,即是說,如果他生命有破口的時候 他可以收到魔鬼的信息,那他的信息就不準確了 所以先知一定很重要就是建立與神的關係和處理生命 而不是為了錢財,個人利益,或者個人的權力 來追求先知的恩賜,或者運作先知的恩賜 而是為了神的旨意,為了擴張神的領域 幫助更多人去親近神,遵從神,以及發揮生命 帶領教會,基督教的群體和基督徒 如何走在神的旨意,這是最主要的 但是在這個時代,很多人很追求先知 有些先知,他為了滿足某些人,他會做很多聚會 然後為人祈禱領受信息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領受個人的需要 或者一些個人的問題,如果個人的問題幫他處理這件事是好的 但是有很多人呢,希望有很多人呢,他會追先知的 就是他會聽到先知聚會,他馬上會走去 那麼他就很想收到那些信息的說 啊,你什麼時候啊,你會找到工作啊,你什麼時候會結婚啊 什麼時候會成功啊,事業成功啊,這樣 那麼這些呢,其實是我們不應該是找先知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是應該從聖經去找到我們生命有什麼破口 這些聖經已經教了的 我們的思想情緒,我們的作為,我們的心放在哪裏 這些呢,就是影響我們的同神的關係 如果同神關係不好的時候呢 就是說啊,你今年會有升職啊,或者你和誰結婚啊,有個人結婚啊 這些呢,並不會幫到那個人的 只是滿足他個人的慾望啊 那有些先知,因為我曾經跟那些先知去做翻譯啊 我發現那些人來到呢,都是主要是想得到個人的肯定 而不是去尋求神的心意 而那些先知我也都發覺他們呢,就沒有注目在 跟基督徒說,或者跟那個群體說 你們怎樣去發揮生命,怎樣去給神使用 而就注目在一些個人的需要上 嗯,那神是關心個人的需要,但是神的目的 不是只停留在需要,而是呢,神是想人呢 發揮生命,遵從神的旨意,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當有些先知,他去錯了方向的時候呢 他就很多時候呢,就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 或者怎樣做聚會,有很多人去找他啊 那他就覺得成功呢,其實這個方向是錯了的 這個也可以說是,他沒有好好處理生命啊 他沒有處理他的事奉的目的 他只是隨著那些人的,他們想的東西來去做 那這個呢,並不是神的心意 那這個時候呢,有些先知就會走錯路啊 那我真的希望,那些先知的心態就是說 是成就神的心意,這個是最重要的 成就神的心意就是幫助更多人呢 去遵從神,自奉神,走神的路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呢,這個才是成就神的計劃 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要過去 唯獨我們遵從神的旨意這件事呢 是永遠長存的,是神永遠會紀念的 那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希望,大家呢,會看到這個重要性了 那也都是,啊,譬如有些個人有需要 有些人呢,他們個人有很多問題呢 就,我也有不少人就找我,他們就說呢 牧師呀,你可不可以為我做一個先知的討告 就看看我有些什麼,神有什麼訊息給我 那我就回應他,我說神的訊息給你呢 在聖經說了的了 你有沒有親近神呢?有沒有處理生命呢? 有沒有遵從神呢?有沒有侍奉神呢? 當你做這些事的時候,聖經是說了 神就會將神愛他的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的 神是會將各樣的封聖恩典 賜給你當你親近神,遵從神,愛神的時候 聖經已經答應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注目在那些需要上 神是必然會去經營我們的 那麼我們就注目在我們怎樣走在神的路上 那麼我就希望,如果有人有先知性的恩賜 都會這樣去發揮 好了,那就 接著下一點就是 先知必定是需要經過多次的嚴證 所領受的訊息都是準確的 先能夠肯定他是先知 他依然需要小心處理生命 免得他後來有罪 影響他所領受的訊息 就是多次的嚴證 我曾經遇到有些人說是先知 但是他領受的訊息是極度錯誤的 但是他就四處去 好像自命為先知 這是一個非常可惜的情況 就是 他都未驗證到他是先知 他就四處去運作 第七點就是 先知所領受的訊息都是神賜給他 所以並無可誇之處 他不能因此而驕傲 或者覺得自己比別人強 就是先知 都是神的家裡 一個神使用的訊息 而任何一個基督徒愛神 遵從神 都是神使用的訊息 都是神所喜悦的 都是神所體重的 那就是 應該就是說 大家都是 在神眼中都是平等 都是寶貴 都是重要的 就不需要覺得自己 我不是先知 所以我就不夠人強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深信 我們每一個都是重要 都是寶貴的 求主幫助我們 去發掘這個恩賜 其實每個人都會領受到神的訊息 我們有時候領受到 一些意念進入我們裡面 那我 前幾天都曾經說到 很多時候我們領受的意念 一個最常有的意念就是 知罪 知罪的意念我發覺很多時候 在心裡發出的 就是在 覺得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 不是在頭上出現的 這個只是一個經驗 這個沒有聖經的根據 只是一個經驗 在心裡發出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就不是在頭上的 我們譬如想想買東西 就會在頭上的 我要買什麼 譬如大家有時候 想著做什麼 去買什麼 在頭上發出的 那當我們 被神的靈感動 我們有知罪的時候 這個是最常有的 基督徒會領受到神的訊息 的方面 就是 我們會領受到神提醒我們不要犯罪 因為發覺很多時候 在心裡 又覺得 很舒服 舒服 這樣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 人會有這個經歷的 我們就留意那個 這個 就是那個 意念的來源 或者有時候看聖經 神會提醒我們 看個 就是我們會有訊息 就是說 如何去跟從神 侍奉神 這個都是神會提醒我們的 那 當我們留意到這個意念 我們留意到這些意念 神提醒我們做什麼 或者是怎樣教導 我自己領受很多教導的意念 或者是推動我怎樣行動的 這些都是 我留意到就是 法治在這個心靈的 心的區域附近 我們就留意了 當我們發現 有越來越多這些意念的時候 我們就更多去操練 首先是為人祈禱 這個知識言語的操練 就是說為人祈禱 看看有沒有領受信息 如果領受到信息的時候 我們都會嚴正 問問問那個人是否對的 如果那個人說是對的 我們知道我們領受是對的 我們繼續持續長時間去操練 而發覺領受到信息是準確的 我們逐漸知道自己有這個恩賜 知識言語是知道現在的事 才知道將來的事 譬如說將來有什麼發生 這個也是有些人會有這個恩賜的 我們就求神帶領我們 發揮我們這個恩賜 而更加領受到神的感動 譬如說有時候 我們接觸一個人 聖靈只感動我們 你去向他傳呼音 我們發覺不在頭上出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經歷 在心裡發出 就是向那個人傳呼音 如果不做的時候 心裡是有偽瞞的感覺 聖靈會提醒我們的 我們去做的時候 神是會給我們一個平安 舒暢輕盛的感覺 這個就是聖靈的感動 推動我們做某些事情 或者我們跟人關係不好的時候 在心裡的區域就會有不舒服的 這個就是聖靈提醒我們去悔改 跟人和好 去搖書 去放下人的不好的情況 也都反思我們自己身邊有什麼問題 當我們做慣了 我們就留意到聖靈的感動 如果一個人 時時都被聖靈感動 被聖靈帶領 而不是被情慾帶領 他能夠隨時 一有情慾的意念 情慾的來源 我就發覺是來自身體的 譬如憤怒 或者貪念 或者是性慾 那些就是來自身體的 發覺有來自身體的 那些意念 譬如很激氣 整個人就像發火一樣 這個就是來自身體的 我們就留意一下 那個來源的分辨 就是那些意念 是不是合乎聖經 以及對我們的情況 是不是有幫助 譬如那些意念 是合乎聖經的 一起祈禱 讚美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你關心我們 你的生命 你也向我們說話 求主幫助我們 領受你的信息 領受從神而來的信息 留意神給我們的意念 留意神怎麼提醒我們 關於我們的罪 關於我們的情慾 關於我們 一些合乎神的思想 和情緒 求主幫助我們 謝免我們的罪 並且一次給我們動力 去回應聖靈 消滅聖靈的感動 多謝天父神你 時時和我們一起 幫助我們 結淨我們的生命 時時親近你 被神所結淨 被神所更新 然後全心去親近你 遵從你 是神所喜悅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天父你真好 恨求聖靈 充滿我的心 更新我的生命 改變我 聖靈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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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靈更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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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靈靈更新我們 圣灵更新,改變我們。 你大量充滿我,滿足我需要。 只有你可以自我,可一生都見顧我。 親愛的四年,再次做我。 親愛的四年,再次做我。 你大量充滿我,滿足我需要。 只有你可以自我,可一生都改變我。 親愛的四年,再次做我。 親愛的四年,求你觸摸我們的心,更新我們的生命,提升我們的生命。 發揮我們的生命,提醒我們去對付罪,處理生命。 處理負面思想情緒,負面處理我們對人的不滿。 就算他們有問題,是他們的問題。 求主幫我們放下對人的不滿。 幫我們去欣賞人的長處。 人曾經如何對我們好,曾經有幫助我們,我們都記念。 我們遇到有人有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求神賜給我們智慧如何處理。 而不是去怨恨或不搖恕,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讓我們能夠更多領受神的信息。 在這一陣子,我們有短短的時間去等候神,讓神的意念臨到我們身上。 如果留意到有任何外來的意念,來到我們就去留意。 你都可以一會兒分享出來的。 心就是想著愛慕神,歡喜神,感激神。 我們有短短的時間去等候神。 請 newsletter,我們來你們 qué休息。 請多多明星。 請多多多晚和你們、小月。 請多多多忙。 請多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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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多不一時,請多多多。 請多多多。 今天天父求主幫助我們,多留意你給我們的意念,去順復你, 被你所帶領,感謝天父,讚美天父,來奉主耶穌聖名,阿門。 有沒有人有任何的領袖,你可以說出來的? 我也想說,人裡面的意念可以有幾種,一個是自己內心的,人自己的思想,或者是情慾, 有時候可以是魔鬼的意念臨到我們身上,也可以是神的意念, 人越聽神的話,就越少是罪的意念,或者是魔鬼的意念, 但依然會有時彈出來的,我們一發覺有些意念,怨恨,不喜歡人,憤怒, 這些意念我們就需要處理了,而有些意念很明顯出自神的, 就是會提醒我們怎樣改變,處理生命,遵從神,全陽呼音, 建立人的靈命,遙書人,這些都是合乎聖經的, 都是神提醒我們有些可能我們在做的事,而我們的心沒有悔改的心, 那麼,求主幫助我們就要留意這些意念,就是要留意到我們裡面可以有自己的意念, 可以有魔鬼的意念,可以有神的意念, 那麼如果有個人發覺他經常都是有一些很負面的思想意念, 很多去計較人的不好,憤怒,不饒恕,這些意念就是, 就是說他的生命裡面是有很多雜責,很多罪的意念在裡面, 那麼這個是需要處理的,需要說,就算人有問題, 我們不代表我們去生氣他,我們不只是要求人怎樣對我們, 我們是時時想著我們怎樣祝福人,就算有人對我們不好是他的問題, 我們不需要放在心上,不需要時時去反覆思想, 而是反而去想一下怎樣去跟他建立關係, 和祝福他,那麼這個就出自神的, 帶領神的意念了,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都是管理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是正面的意念的, 在這樣的親近神,有正面的意念, 我們就容易領受到神給我們的帶領,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